哈囉大家好,我是Lun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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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歡迎大家帶來下週即將登場的兩張全新卡片的分析 好,那首先第一張的話是怪蛋合作會推出的禁忌之慾,耐弱 這張卡片即將在下週三的時候會登場,會開放兩個關卡 分別是禁忌之慾的深部以及最深部 好,那這個如果打過的話就有機會可以拿到這一張全新的卡片 那耐弱的話是暗魔族,他作為隊長沒有什麼用喔 雙隊長最高是最高144倍,不過那個是敵方要是人獸妖才能夠到達最大倍率 所以其實蠻看關卡的,但即使吃到144倍的雙隊長 仍然是沒有用,這倍率實在太低了 所以這張卡片當隊長我認為是沒有用的 好,那他作為其他隊的成員的話 如果敵方是人獸妖,耐弱自身會有額外兩倍的增傷 這個感覺也蠻普通的,也蠻吃這個關卡的 那再來還有這個怪物彈珠特性,我覺得不多多介紹了 主要是看他這個主動技能 CD6,那這個有三個效果 第一個是敵人全體會有這個獵毒 那每回合會送到自身攻擊機質1000倍的無屬性傷害 那這邊是受到攻擊機質喔 這張他這個會有這個目標額外傷害兩倍的一個增傷喔 所以其實如果說敵方是人獸妖的話 會有2000倍的一個這個獵毒 不過2000倍的話也是蠻普通的 好,一盒內自身發動的角色珠的話 可以無視燃燒黑洞 並且碰觸這個連環光牢 可以移動浮石 碰觸這個爆破炸彈 不會有這個傷害 如果隊長是怪物彈珠系列的話 怪物彈珠系列成員會一盒進入亢奮 好,那這張卡片可以去其他模組裡面打工啦 因為模組的話 無視這個黑洞跟燃燒以及光牢的卡片 我覺得算是蠻少的 這張卡片在其他隊裡面打工是不錯 而且可以搭這一次的怪蛋龍科 可以增加攻擊機質啦或入場CD-3都可以喔 這張卡片我覺得以後在模組裡面 打工的機會也算是高 好,那再來的話是地獄級的關卡喔 那這次出的是這個蓬萊 會在禮拜四的時候登場 那這張CD-8 總共帶四個效果 第一個會轉固定的版面 長這個樣子喔 然後第二個的話 一盒之內 自身以外的成員攻擊力是兩倍 所有成員追打一次 全隊無視形狀盾以及連擊相等盾 這個是水神的一個部分 那這張我覺得當其他隊的隊員也算是蠻好用的 好 它這個隊伍技能 一樣是有這個怪蛋的特性 好,那下一周的話 大概就是這兩張新的卡片的資訊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箱的鈴鐺 以及分享個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聽到你 然後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